一来 疾病便能教导我们慈悲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鬼 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于我们凡夫的眼睛看不到 因此在我们人道的肉眼 只能看到我们人道众生 还有一道就是出生道 出生能够看到 那么鬼道众生 我们凡夫的眼睛你是看不到的 因此有些人就认为没有鬼 所以古代有人要做这个无鬼论 可是这个做无鬼论的时候 很奇怪的 它每一个文字里面写到这个无鬼的无字 就被鬼把它弄掉了 就是凡是无字都把它弄掉 无鬼就变成鬼 就是有鬼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是眼睛看不到的 不能说就没有 有人还是硬性规定的 说是眼睛看得到的就是有 看不到的就是没有 不见得 眼睛看得到而没有的东西也不少啊 水中月 镜中像 都是看得到的 水底上的月亮 晚上天上的月亮引到水里 你不是看到了吗 那不是有吗 你去抓抓看 有没有月 能老得到吗 看得到的没有 镜中之像 像你照镜子的时候 例如说镜子里面献出的这个山后大地 一些万物的像 有吗 没有的 看得到而没有的事实在世界上是有的 看不到而有的也是当然是有 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认为没有 例如说你相信我有祖先吗 必定有祖先 因为我必定有父母啊 我不是为九头保出来啊 而我不是孙悟空啊 那么既然有父母啊 那我的父母上面更有父母啊 只要一直类推上去 必定我是有祖先的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祖先了 没有吧 谁也没看到我的祖先 别说是祖先了 我的父母你也没看到啊 因为我很早我的父母就到基督世界去了啊 那么因此之孤啊 时间上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认为没有 孔子有吗 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有 历史上有记载吗 那你看到吗 当然没有看到 谁也没看到孔子啊 所以这个比例 比量而知啊 世界上看不到的 而实际上是有的 这种事实多得很 嗯 所以不能因为鬼看不到就认为没有 不过世界上不懂佛法 当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人死了就变成鬼了 嗯 所以有些事实说里面解释说 鬼者 鬼也 人鬼到那个地方去死掉了 就叫做鬼 嗯 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 因为鬼啊 在佛法里面讲六道 六道里面呢 有鬼道 低于恶鬼处生 嗯 恶鬼啊 应当就叫做鬼道 因为恶鬼只是鬼道里面的一类 啊 因为鬼 有有才鬼 少 有才鬼 无才鬼的分别 有才又有多才少才的分别 那么恶鬼是无才鬼最穷困的 没有东西吃的 饿得半食的鬼 那么其他有才的 有富有富有势的 嗯 有力量的地下鬼 嗯 学识鬼很多的 那是有才的鬼 嗯 所以鬼道众生的 他的情况跟我们人间是一样的 嗯 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彼此夜报不同啊 人 平常时看不到鬼 鬼 平常时也看不到人 有这么一个笑话 我们人如果是呃 运渡不好的话 啊 啊 这个拍温啊 也会碰到鬼 嗯 那么鬼也有拍温啊 他也会碰到人啊 他碰到人也是拍温啊 他跟我们碰到 碰到鬼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一模一样 所以他也怕碰到人啊 他怕碰到人也没有什么好事啊 嗯 那只是我们彼此的这个见 境界不同 人的境界跟鬼的境界不一样 同在这个世间 嗯 你不不要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看到一点鬼影子 实际上到处都有鬼 什么地方没有鬼啊 你越怕他就越多 嗯 怕没有用 嗯 有个种田的人啊 他很怕鬼 他去田里看田水啊 嗯 因为这个仇头啊 这个仇这个泥巴 烂泥巴啊 嗯 这个仇头里面占了好多的烂泥巴 他因为天黑了 他怕鬼啊 赶快回去 嗯 那么回家的时候啊 他嘛 仇头刚在这个肩肩肩上啊 哎 他边走后边的这个烂泥巴就掉下来 噗 嗯 正好掉了他的脚跟底 他吓了一跳 哎 好想有鬼哦 哎 有鬼 走快了一点 走快一点的跌的越快 哦 更怕了 嗯 结果到了他的家里啊 他吓得半死 嗯 实际上是疑心生暗鬼 啊 心里怀疑了才有鬼 假如你不怀疑没有鬼 实际上那个鬼啊 就是他的仇头的烂泥巴 实际上怕鬼的人啊 往往都是自己心里想出鬼来啊 实际上啊 并没有鬼在下汤 鬼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是在黑暗里生活的 啊 所以疑心生暗鬼 懂不懂啊 你心里有怀疑啊 疑心生暗鬼 啊 心怀鬼胎 鬼鬼碎碎 啊 鬼头鬼脑 这些鬼话 在 时间上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 这些环石不好的 统统归到鬼道 啊 实际上鬼并不然 啊 鬼也是各方面都有他的立场 当然也有好的又坏的了啊 那么经里面所说的夜叉 楼叉 这些恶鬼啊 他是伤害人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道理 用这个修观的方式来解释啊 经文里面不是说 三千大千国徒 满中夜叉楼叉 这个三千大千国徒把它范围苏小啊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 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面啊 包含有很多的夜叉楼叉 这些恶鬼 什么是恶鬼啊 八万四千烦恼 心地里八万四千烦恼就是八万四千恶鬼 这个八万四千恶鬼啊 他经常来恼乱我们 恼乱我们的心地 那很可怕的 所以被这个八万四千烦恼 恼乱的你心不能安宁 所以叫做满中 三千大千国徒满中 我们这个心地里面呢 满满的八万四千烦恼的恶鬼 用恶鬼来比我们的烦恼 八万四千烦恼就是心地里满满的恶鬼 所以叫做满中 这些恶鬼啊 有他的首领啊 他有三个大将 你知道他的三个大将的大名吗 贪欲大将 嗔恨大将 愚痴大将 这个贪嗔是三位大将啊 他有一个统帅 他的同帅是谁啊 我知 我知是同帅 我们的心地里面八万四千的恶鬼 有贪嗔是三个大将来领导他 领导他 最严重的就是有这个我知的鬼 这个统帅 以我知为统帅 帅领贪嗔是大将 八万四千烦鬼烦恼 经常来朝我们的道门啊 朝我们修道的功夫啊 伤害我们的道业 所以 你不要把恶鬼看到外边啊 心里如果没有鬼的话 天下都太平 都不会有鬼 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烦恼鬼啊 心里的烦恼鬼多得很 那你要降服这些烦恼 有什么办法啊 有的 我们也有八万四千的 这个降谋的大军 那么我们这个八万四千降谋的大军 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 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这就是对治八万四千烦恼的 降服这些恶鬼的这个大军 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他也有三个统帅耶 他有三个大将 领导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 来对治这个八万四千恶鬼烦恼 嗯 那么这个三个大将是谁啊 持戒大将 禅定大将 波罗大将 波罗智慧大将 嗯 那么这些戒定会三位大将来对治 那个贪生吃的恶鬼大将 那么这个戒定会三位大将也有他的统帅耶 他的统帅是什么 波罗 波罗 行神波罗波罗密通 波罗就是统帅 有这个波罗能破我之法之 嗯 所以呃 哦 鬼的统帅 嗯 我之碰到波罗的统帅的时候 他就得投降啊 他就乖乖投降 嗯 因为波罗三空啊 我空 法空 嗯 还要 连能空我法的空也要空掉 空空 嗯 波罗三空了真空一见性 那么我们有波罗的统帅 能够对治我之大将 我之的统帅 我们有戒定会三位大将 能对付恶鬼烦恼当中的贪嗔吃三位恶鬼大将 我们有八万四千法门 对付八万四千烦恼 嗯 所以在这个八万四千乘劳烦恼当中啊 我们有八万四千法门 一戒定会三无落学来对治他 嗯 如果你好好的用功的话 不久他们就要清洁溜溜了 嗯 那么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怕你不用功 嗯 我们正在用功学佛修行的时候啊 你好好的观察自己 你自己内心里啊 经常跟这个恶鬼烦恼在哪里打仗啊 在哪里打仗 哦 想要动贪心的时候啊 一方就压住 哎不可以啊 嗯 那慈戒大将就说 哎不行不行 你可以不你不能出来 你出来找麻烦啊 把他压回去 嗯 想要动策心的时候啊 禅定大将出来了 又要把他压回去 嗯 如果你于是不明四里的时候 这个波罗大将就出来了 嗯 又把他赶回去 嗯 那么以这个方法来对峙烦恼 什么恶鬼都不必怕 嗯 所以这个三千大千国土的满中夜叉 罗叉 在思想上是不可能的 没有满满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的恶鬼 只是在我们月里来观察呀 每一个人的心地里面 有这个八万四千烦恼 那就是满中的夜叉 罗叉 嗯 假如你能够好好的对峙他 也修界定会 对峙贪神痴 修不共生不乐 对峙我之法之 嗯 那么这些烦恼通通都可以消除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啊 嗯 嗯 我们学佛 嗯 看懂得佛法的人 看佛经啊 浅的文字当深看 深的文字能浅看 啊 呃 油浅肉深 啊 这个深入浅出 这样子 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 否则你读这些文字 那有什么意思啊 哦 那你只能总是觉得 呃 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厌则 嗯 满中夜叉 好像没有这回事嘛 嗯 难道佛教里面只会讲大话 哦 这个大话是有用的 你不会用 不懂得这个道理嘛 就变成大话 好像没有用 嗯 那么小的用的话 粗粗对于佛法 多有所启发的 那么这是恶鬼难的 修惯方法 嗯 用这种方式 来把它看作自己的 呃 心地的烦恼 呃 不但这些八万十千烦恼 不能伤害到我们的法神灰灭 他尚且不敢以恶言来看 呃 他们都变成良民 呃 盗匪 土匪 土匪 强盗 呃 贼 他不是生来就是这类东西耶 他本来都是良民啊 国家的政治如果好好的呃 呃 威胁他 呃 他自然 呃 盗匪 盗贼 就变成良民 呃 你不会驾驭他 那么良民也就变成盗贼了 呃 鬼难 呃 本来鬼难应当是有恶鬼难啊 呃 因为普通善鬼不会使人的变成灾难 所以应当有恶鬼难 可能当时他这个科判里面呢 呃 漏掉一个字吧 第六 家所难 批家带所 家所难 看出经文 师父尤人 若有罪 若无罪 流血家所 简系其身 呈关系牧山明哲 皆是断坏 既得写脱 这是第六 家所难 是否 世间上 或者会有人 这 碰到这种情况 是否 有人 是 假定 是弱 啊 是弱世间 如果有这么一种人 遭遇到灾难 呃 若有罪 呃 呃 在国家里 呃 造了这个犯罚的事情呢 呃 造了有罪业 呃 那么造了犯罚的事情 被 国家的呃 政府的这个 呃 法律制裁了 那是有罪 无罪 无罪 被人加害了 呃 被人加害 母网了 呃 被人加害 没有罪 呃 那么这个 呃 呃 法治机关认为它是有罪 呃 把他抓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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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罪的 固然是 需要接受这个法律制裁 没有罪的 万一是遭到人家的谋害 也会有碰到这种情况 呃 无论是有罪 或者是没有罪 弱是假定 呃 呃 牛 手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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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起来的 牛 戒 古代啊 呃 也是有的 现代也是一样有 脚疗了 靠在脚里 呃 脚疗 靠在脚里的 两个脚靠起来 呃 使它少少有个距离 可以走路就行了 呃 那么它又走快走不动 呃 那么这样子它跑远 跑不掉 呃 再手叫做牛 再脚叫做蟹 呃 夹 是在脖子里 呃 现在是没有了 古代有 呃 古代有用这个木板去做的夹 呃 是两块 两块 在中间挖过圆形的洞洞 呃 是两块木板 呃 对着这个人的脖子啊 把它夹起来 正好戴在这个肩膀上 呃 前后都夹锁 呃 这个夹 戴上这个夹 就是古代的犯人 有罪的人啊 都是用夹夹住 它跑也跑不掉 而且很辛苦 呃 夹 夹是两块木板 呃 所以前后都要夹锁 锁 锁起来 才脱不开 呃 所以这个锁 呃 柳也有锁 戒也有锁 家也有锁 都是带锁的 呃 简 封简啦 简续其身 续是蝉扶啦 用绳子把它绑起来 蝉扶 呃 我听说过 也看着小说看过 有这么一回事啊 说是从前那些土匪啊 很强 很厉害 而且有功夫 你用这个贴链绑住它啊 绑不住的 他还是有办法走掉 呃 因此 呃 据说 他绑这种的 有功夫的 这个 这个土匪啊 要把这个地方的这个骨头啊 有一个骨头吗 啊 把它中间能够动动 啊 贴链从这个地方 钻过去 拉过去 两边都是一样 拉过去 手背在背上 这样子用贴链把它锁起来 它才跑不掉 因为这个一动啊 拉到这个肉很痛啊 它就跑不掉 如果你单用贴链把它绑起来 没有用 它照样会跑 呃 说这个有功夫的 这一类的这个土匪啊 它只好用这个办法 哦 那 这样当痛苦的事情呢 所以这个蝉 贴链锁起来 蠢子绑起来 都是蝉 简啊 蜂简 蜂条啊 法官把这个蜂条 贴在这个 这个锁的地方 啊 那么蜂条 贴起来 显示这个人 有罪 啊 简细其身 啊 那么绑到这种情况啊 如果 有罪的人 能够 啊 这个 悔过 改过 改过自新 啊 发愿 我从此之后啊 我有重新做人 要好好的 啊 这个 改过向善 啊 不要再造乌烟 不要伤害众生 啊 能够改过的话 能持念观世音不上 也得救 也能得到解脱 无罪的人 被冤枉的 当然是可以得到解脱 是没有问题啊 有罪的是要他肯忏悔 啊 所以有人看到这个 又若有罪 有罪 为什么有使他解脱呀 这是指他 有善根 啊 总然一时错误啊 现在是有罪 可是他如果能够改过向善 将来能够改过的话 菩萨也是帮助他的啊 只要有改过的心 他都会帮助他 希望他改过啊 以后出苦之后啊 能够真正好好的 好好的救人啊 啊 菩萨照样救他 并不是总容人造业啊 那么 因为世人熟无过呀 改之为圣贤啊 那么所以这个涅槃经 也说有两种健儿 最健康的啊 啊 这个青年 两种健儿 一则 治不做罪 完全不会造到罪业 那这个是最好的健儿 二则 作一能悔 做了罪业啊 知道错了 赶快忏悔 啊 赶快忏悔 不二过啊 从此之后再不再造业 不再造哦 那这种人也是健儿 因为他肯忏悔 好像衣服拢脏了 他能够洗干净 一样是好的 呃 所以这个 若有罪 是指这个 有忏悔心 呃 能够改过向善 呃 从此之后 能够发心 做好人的人 呃 这种人 菩萨照样 要救他 使他利苦得罗 那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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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通都会断掉 会坏掉 呃 让他得到写脱 既得写脱 假如在牢房里被枷锁起来 呃 能使这个牛蟹枷锁都断掉 呃 那么当然 他是很特殊的了 呃 那么有这种奇异的现象 让他得到写脱的因缘 不会没有的 这是文字上的解释 比较不会太难 呃 呃 哪一个事实证明来说明吧 比较古老的 唐朝 呃 唐西宗的时候 呃 皇朝造反啊 皇朝 大家知道 这个皇朝造反啊 那也是杀人很多 呃 当时 这个杭州 杭州有十几个人被抓 呃 那么其中有一个 他 平常就有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是个佛弟子 呃 但是 这个时候他忙乱了 呃 心里很烦呢 被这个皇朝抓住啊 呃 知道必定会死 他心里很烦了 也忘掉自己修持的法门 很奇怪呢 这个皇朝抓住这十几个人 就是从这个寺庙经过 呃 那么当时 这个皇朝把这些人就摆在这个寺庙边了 他去另外办事去了 呃 这个人呢 他本来是懂得佛法的 这个时候正在心乱的时候 碰到一个初家人 呃 他要求这个初家人 呃 师父啊 我现在怎么办呢 呃 生命危险呢 呃 你现在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初家人就教他 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 哦 这 这有办法 我从前就会念嘛 现在忘掉了 那你好好的念 呃 好好念观世音菩萨 问题就可以写脱 那么这个人 接受这个初家人的教教导之后啊 就努力念观世音菩萨 啊 那么后来啊 皇朝把这一班人 带到他的地方去啊 他说一个一个把他夹起来啊 都用这个铁锁锁起来啊 那么打算过一段时间再杀他啊 那么很奇怪的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呢 到了半夜啊 这个家都脱掉了 手也脱掉了啊 那么通通都脱掉了 呃 自己觉得很奇怪啊 既然脱掉了 他也不是犯罪的了 只是临时被这个坏人抓了 呃 要把他杀掉 那么因此这个既然脱掉了 半夜就逃跑了 呃 那么跑了之后啊 后来他就跑到寺庙去出家了 呃 这个名字一时忘掉了 这是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呃 那么这是在试乱的时候啊 能持练观世音菩萨 碰到这种灾难 得到写脱 这是比较古的 有近代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 嗯 近代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 里面有一个记载 就是写着这个 这个观世音菩萨本寂感应诵的那一位居士 呃 呃 官世音菩萨本寂感应诵的这位居士 姓徐 颜字旁的徐 颜武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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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he 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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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五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天下很乱,有一班的匪兵,溃兵,就是战败之后的那些兵。 因为他生活有问题了,他就找麻烦了,就到民房去想办法抢。 好多逃兵就逃到徐子敬家里,就把徐子敬家整个围起来,打算要抢他了,围的围,要桥门进去抢他,准备进去了。 那么他的家里的人呢,当时有四个男孩子在看那个家。 那么当时就很怕呀,就跑到这个天花板,就这个天花板的上面去。 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藏嘛,就藏在这个天花板。 藏在天花板呢,他们平常都是学佛,都会念观世音菩萨德。 可是在天花板里藏也藏不住啊,结果又被这个土匪抓下来。 抓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家里的东西都,他需要的都抢了。 但是他当时绑着这些年轻人呢,绑在这个柱子上,绑在柱子上。 那么本来他要把他杀掉了。 可是很奇怪的,这些土匪啊,把这个东西抢好了。 那么有些有用的他就讲了,一看到他这个中堂里共有观世音菩萨德,他们都害怕了,丢掉就走了。 丢掉就这个时候是半夜了,那么这些四个他的亲戚青年呢,被绑在这个柱子上的。 他们看到这个土匪都走掉了,大家平命念观世音菩萨德。 到了半夜啊,这个绳子都断了,都下来了。 后来都脱离了这个灾难。 这是记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德最近的,这个最近几十年来的感应路。 那么观世音菩萨灵感禁文录啊,里面有很多记载近代的事情。 甚至这个第二次大战的一些感应故事啊,都有几条记载在里面。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无论你用什么绳子去绑他, 有些家族,假如你自成念观世音菩萨德,都能得到感应,得到写脱。 关于徐子敬的这个家庭故事啊,文字很长,因为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 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灵感禁文录,自己去查也可以发现到。 这是事实证明。 现在来看看里面的内涵,就是约观世。 牛、穴、家、锁。 我们经常啊,都带住的。人人都有耶。 不过这是无形的,你们看到就是了。 什么是牛啊?名誉牛。 人不是爱名吗?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 哪一个不要面子啊?各个都要面子,就是要名。 所以这个名誉就是牛。 财力就是谢。 脚疗啊,谢。财力,世间人贪财。 财就是利益啊,财啊,今天这一类就是谢。 牛谢家所。 家,什么是家呀?恩爱家。 六亲见属父母子孙。 彼此恩爱。 这个恩爱就是嫩的嘎啦。 哦,把你夹在身上,夹得很紧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锁了。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锁,或者是你锁门的锁,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锁。 什么锁呀?我之。我之就是锁。 这个我之,把我们锁得很紧啊。 假如我之不破,这个锁就没有开。 你要开我之锁,除掉修观世音摩萨大慈大悲的法门之外, 不容易把这个我之锁打开。 你能以慈悲心,以眼清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众生。 以修破除我之的方法。 然后,这个我之才能够破掉。 我之的锁,才能打开。 所以这个纽谢家锁啊。 我们平常时,就被他们锁得很紧啊。 道家,也有这么一首诗, 诗,记载在这个《百岁修行经》里面,是一种简式文。 很有意思。 酒,色,财,气,四堵墙。 墙,围墙的墙。 多少良人在中央, 游人跳出墙围外,便是神仙不老方。 这个劝世文,他说, 世间上啊,久了,色,男女子色,财,气。 这一口气啊,我真是言不下去。 我一定要跟他打一让,才能消这一口气。 我一定要骂他,才能消这一口气的气。 酒色财气,好像四个墙。 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四个墙。 好多好人啊,都被他围在里面啊。 喜欢喝酒的,喜欢色的,喜欢财的, 那么喜欢发脾气的。 这四堵墙,有很多好人都被他围在里面。 如果有人跳出墙围外,跳得出去。 只要在这四堵墙里面,你能跳得出去啊, 你就可以神仙了。 因为这个世间法嘛,在讲神仙,便是神仙不老方。 实际上,能够跳出这四堵墙的话,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平安过日子,就很自在了。 世间人就是看不破,看不破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不能自在了。 有个四了歌,四了歌,放不下叫你要放下的了,四了歌。 你听过这个四了歌,蛮有意思的。 人人都说,修行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一堆黄土买目了,后边一个了字。 四了歌,一个了字。 人人都说,修行好啊。 你友善根啊,你修行很好啊。 人人都说修行好。 可是你为什么不修行啊? 唯有功名忘不了啊,想做官啊。 你看现在要选县长了,真的,你死我活啊。 唯有功名忘不了,贫劳命的要强盗这个宝座。 你看看,古今将相在何方啊? 古代的那些武将、宅将在哪里啊? 白旗、张飞,那些大将,威风凌凌。 他能够在长坂桥,下退83万的朝朝大军。 古今这些大将,在哪里啊? 宰相,古代的那些宰相,魏称,那些名相。 现在在哪里啊? 我告诉你,一堆黄土埋没了。 几十年,死掉了。 死掉了不是埋在地下吗? 一堆黄土埋没了。 公民有什么好处啊? 你想他做什么啊? 当然在座都不会想这个。 第二个恐怕会有一点点。 人人都说修行好。 我又金钱忘不了。 你忘得了吗? 我又金钱忘不了。 三千苦恨之无多。 极得多是眼必了。 后边一个了字。 后边一个了字。 人人都说修行好。 修行好啊,我们去修行。 修行好啊。 可是呢? 我又金钱忘不了。 我又没贪钱。 我又贪钱。 为了要赚钱。 人人都说修行好。 可是我又金钱忘不了。 那么金钱忘不了。 在生的时候啊, 生钱苦恨之无多。 赚赚。 贫劳命的赚钱。 总是觉得记得不够。 不够多。 记得多是眼必了。 等到你钱赚了很多了。 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乌福哀哉了, 两脚一身上香了。 死掉了。 记得多是眼必了。 四条公。 第二种,金钱。 金钱你忘不了。 这就是牛。 把你锁得很紧。 锁得很紧。 为了要钱啊, 想尽办法。 那么, 现在的功利主义很不便的。 人人就, 平老命的要钱。 那么, 读书为什么? 读书为赚钱。 做生意为什么? 做生意为赚钱。 整个都是向前看。 一切向前看。 那么, 那么这么一来。 那么, 再生, 平老命的墙, 想办法要多赚钱。 等到你记得很多了。 最后, 两脚一身, 念必了。 完了。 结果又带不去。 听过这个故事吧。 大概是20年了。 20年前, 有一个人。 这个人, 他的子孙都在。 我们不用什么名字。 这个人呢, 他本来是家庭很苦。 很穷。 他很会动脑筋。 办法很好。 他这一生几十年下来啊, 赚了不少钱。 可是他的钱啊, 不放在银行里。 通通啊, 他自己做个金柜啊, 把他锁起来。 一直等到他生大病。 病很严重啊。 可是他还舍不得用他的钱。 他虽然赚了几千万, 很多钱啊, 钞票很多啊。 可是他用得很省很省耶。 吃饭啊, 破金钱, 破金钱。 他就够了。 有的时候还泡泡盐水耶。 那么很多钱, 他就舍不得用。 他生病啊, 变得很严重啊。 他起来还是舍不得用。 他的儿子劝他, 爸爸, 你摆到那儿疼痛。 我这钱就拿来看医生。 那不是, 我这钱就拿来看医生。 看医生, 让医生拿去。 我生病, 生病还不会死嘛, 没关系。 你只要他吃一点营养的东西, 他舍不得吃。 最后就这样子, 拖啊拖啊拖到最后, 没有命啊。 人家要死的时候, 他很不甘愿啊。 他的儿子就问他说, 爸爸, 啊你现在, 有什么逛逛逛逛? 你现在就没办法啊。 没办法嘛, 要有办法。 我死的时候, 我家没家。 你怎么做啊? 啊, 他那些棺材里面, 那棺材里面, 我老子我找你, 我做这么多。 他交代他的儿子啊, 他死掉了, 他的棺材里面啊, 棺木里面, 不要放其他的东西, 就把那几千万的草票整个放进去。 啊, 还有带去。 你看这个多一次啊, 后来死掉了。 死掉了, 他的儿子要照办啊, 不能不办啊, 就把那些草票整个放在他的棺材里面去, 满满的, 枕头啊, 两边啊, 射的满满的了。 就跟他的爸爸, 这个死掉的爸爸, 就跟他说, 爸爸, 我钱都交给你啊, 我没给你拿一千钱啊, 你现在都吃掉了。 啊, 现在你吃掉了, 你要安心吗? 可是他的眼睛还没闭, 他就用手把他说一说, 你把这好钱拿起来啊, 我钱都给你啊。 然后他真的闭眼了, 所以真的多时眼闭了, 真的闭了, 眼睛闭起来。 你以为他的儿子真的钱会给他吗? 等到他要盖棺的时候啊, 他把钱都搬出来, 这个时候没讲话了, 没讲话, 偷偷地就把这个钱都搬出来, 搬出来, 身上什么? 操抓。 把那些的皇子啊, 初子啊, 整个设计去了, 把钱都搬出来了, 几千万, 由他的儿子去享受。 你看看你的草票, 不晓得是不是有一张是他的。 所以, 世间人就是这么与世, 生前苦恨之无多, 真的都是眼闭了。 放不下, 要钱, 死要钱, 钱到最后, 有什么用啊? 这是第二个聊。 第三个, 什么啊? 这个比较不得好说, 我还是念念吧, 你们拎了。 啊, 嗯, 世人都说, 修行好, 我又闲妻忘不了。 啊, 生前日日说恩情, 死后又随人去聊。 又是个了字, 又是个了字。 那么, 世间的夫妻恩爱, 天天都在谈谈谈, 彼此都很恩爱的。 等到你死掉了, 他跟人走了。 这完了吗? 死后又随人去聊。 有什么用啊? 这是第三个聊。 还有第四个, 人人都说修行好。 嗯, 我又儿孙忘不了。 儿孙, 儿子, 孙子忘不了。 吃心父母触来多。 《欲吃恩爱的心》啊, 仰仰相之乘垢顶飞。 一句课题。 吃恩上仰仰摩 Chef, 有种家交流那么其他人,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些心父母啊, 他老是想到要他的儿子, 那么照顾他无为不至 这个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儿孙随见鸟 也是一个鸟字 孝顺儿孙随见鸟 你看到哪几个孝顺的儿子孙子啊 你看到几个啊 不是说没有了 可是你的后辈是不是这类 是不是孟中 是不是王强 不得儿子了 恐怕你的儿子不会做孟中 不会做王强吧 孟中做什么啊 孟中哭猪 他的父母生病啊 想要吃猪笋啊 冬天哪里有猪笋呢 他就到猪头去哭啊 哭 结果冬生笋啊 现在的冬生就是他哭出来的 你 你的儿子 会像孟中吗 不管现在有冬生了 不必像孟中了 王强奥冰 冬天结冰啊 他的父母想吃鱼啊 哪里去找啊 他是躺在这个冰上啊 鲤鱼会跳出来给他 这个孝顺儿孙 世间上孤兰酒啊 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孝顺儿孙 随见了 四了国 光明 金钱 贤妻 孝子 这四种啊 那么世间人就是为了这四样东西啊 他忘不了 忘不了就跳不出去啊 所以这些都是很浅显的话了啊 可是虽然浅显啊 未必人人放得下 当然大家你们都不会去写县长吧 啊 你们不会去写县长 所以不会公民放不下 赚钱嘛 我看大家也比较能够放得下 不见得就是贫老命的赚大钱啊 那么能够放下来听经的 这个都是很难得的啊 他对金钱多少总是能够放得下的啊 那么建属啊 彼此同修好好用功啊 修学佛法 有缘啊 多生多结 同结的缘吗 那么儿孙啊 妻儿子女 这是家庭眷书 眷书 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两个了啊 就把它当作冤家 那是不对的啊 不要当冤家 就把它叹做同参共修的善知识 他不懂佛法 我们慢慢想办法教导他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啊 假如你家里的人还不信佛 不要用按钮吃草的方式硬灌 不行啊 灌了他反而生起反感了 后来他不相信你 那不但是劝不到他学佛呀 反而更严重了啊 他对佛教还生起反感了 所以我最近发现到有这么一串事情 有一个人他家里他儿子孙子很多很多 他年龄有七十几岁啊 那么以前没学佛之前都是赚钱嘛 家里大家都很好 他一学佛呀把儿生都学好了 后来这剩下他自己一个 他为什么 因为他老是只知道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么拢得他家里人还算了 都不行 我们不跟你住在一起 所以他有很多的子孙 结果拢得他因为一学佛 学成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古老的老房子里面 就一个人自己煮自己吃 拢成这个一个样子 而他的儿子都不见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一学佛呀就变成怪物啊 变成怪物 所以学佛很好 绝对不要学成怪物 大家记得学佛最好 要慢慢劝导家人学佛 但是不要把自己学成怪物 假如学成怪物 那是离了一个家带上另外一个家 今天是家手呢 讲完了 剩下的第七愿者呢 下次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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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佛佳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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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大辣故乃为耐梦 太佛佳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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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咬小恨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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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那我耶那呀母 咱咬小恨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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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哥萨拉提那耶那愛母 奶木餐 intermediate 奶木餐 intermediate 乃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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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将君报恩, 將君报恩, 将君报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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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